大制度的人说 无怨固不造生死之义 所以它也叫无错 二 断悟修现 要执着断悟修现的乡 就叫造义 造业造的什么业 六大轮回 六大轮回自己造的 自己出不去 如果断悟修现不着想 那就不造业 那为什么呢 它不敢过报 你修的善 善没放在心上 山山道的古堡 你没有 度众神造物 你看花眼镜上 圣热婆罗闻 鱼翅 甘露火 成灰 法梭 弥多女 妓女 贪嗔痴 手段是杀刀鱼 他造这种恶业 收不收包 不收包 为什么呢 他心里都没动念 那为什么造这个呢 度众神的手段 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你不能起心动念 你不能分别之处 有起心动念 有分别之处 就造业了 那 佛菩萨头一个 没有自己 所以 他没有造主 无论干什么 都没造主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实现 诸诗八十年 讲经教修四十九年 他有没有造主 他到最后告诉大家 他一句话没说 一个字没说 谁要说他说法 要帮父 那你说了四十九年 一切都是祝佛所说的 佛佛道通 他所说的 跟祝佛所说的 完全相同 不足相 度众生 不足度众生的相 讲经教修 不足将经教修的相 这就叫空无相无悦法门 这是大臣菩萨 跟外表 跟众生一样 天天做错 心里都尴尬 一尘不然 这个我们很难做到 我们学海鲜就对了 海鲜心里就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做什么也没 吃饭 心里是阿弥陀佛 没有想到这个菜好吃 那不好吃 没有留念头 阿弥陀佛不见多 工作 种田 种菜 干什么 都沙弥陀佛 心沙弥陀佛 是 跟大家一样干 心沙弥陀佛 这叫真功夫 真功夫 生真知慧 所以 待人皆无处理的 都非常恰当 没有把事情做错 众生疑难杂症 向你请教 你随口就给他解答 没有说错 这就是什么 不用 忘心 忘心是阿弥陀佛 八十五十一神俗 是忘心 他不用 叫转八十臣死之 转阿弥陀佛 为大元禁止 照见万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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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